光阳二三世 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月 不知我最近是否有些倒霉 总是刚到车站就看见刚刚离开的班车 但我相信没有人会一直倒霉下去 因为我曾经见证过一个温暖的故事 一起来欣赏这部电影《倒霉爱神》 2006年的美国纽约 是无数人为梦想拼搏的舞台 可与一众经历风吹雨打的年轻人相比 爱实力的人生 仿佛得到了上帝的清心 纽约的雨季阴晴不定 但这对住在豪华公寓里的爱实力而言 根本不是问题 不论迎宾园目睹这般奇景多少次 她也不敢相信 这位姑娘竟然会有这么好的运气 但爱实力早就习惯了上天的眷顾 这也不过是她快意人生里平凡的一天 抬手就能搭上计程车 随时随地捡到钱 就算是纽约的早高峰 也能一路旅登 与她相比 为梦想奔波的杰克 也算是一位天选之子 不过她的守护神 是个作剧之神 被大水淋湿根本不算什么 只要能将自己精心准备的唱片 交给眼前的唱片大鹤孟总 吃再多的苦也都值得 六狗的孟总想必心情不错 反复排练措辞的杰克坚信 这一次的自己一定能成功 可时来运转哪有这么容易 出师不利的她 连捡钱都会扯端腰带 有了杰克的衬托 爱实力的幸运就显得更为绝妙了 坐过电梯没关系 不过是柳暗花名又一尊 谢后帅哥更是小菜一碟 与这对天差地别的男女相比 孟总似乎要正常得多 就算能从劳累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随时出宫的小狗 也不会令她事事顺心 公园必须保持整洁 没有纸巾就只能用钱 可偏偏是这张垃圾桶里的纸币 让经济拮据的杰克产生了误会 直到手心传来了一阵温热 他才慌张地跑去洗手 可杰克偏偏就是这么倒霉 还没等他起身追上孟总 晨宝的女士便将他撞倒 扯破的裤子也恰好在此时滑落 被警察抓到的杰克 可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还没等他叫住孟总 精心准备的唱片便葬身彻底 但这一切都和幸运的艾什利无关 被帅哥邀约稀松平常 没有他的电梯肯定会出故障 春风得意的艾什利 总是让姐妹们羡慕不已 可在他看来 一切都只是水到渠成而已 哪有什么幸运女神 生活本该如此 但艾什利的幸运 显然不具备太强的辐射能力 与孟总的业务洽谈会即将开始 同事们却被困在电梯里 没有上次在 方案该如何敲定呢 时间不等人 尤其是孟总的时间 公司绝不能错失这样的大客户 情急之下 艾什利干脆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好不容易再从警局脱身的杰克 其实也很有主见 再难缠的雨 也交不灭他对生活的热情 或许杰克只是缺少一个被发现的机会 艾什利显然不缺这样的机会 当逃出电梯的上司赶到会场时 方案已经顺利通过 尽管公司没有策划过什么化妆舞会 但只要客户满意 那就没什么好质疑的 升职加薪都是艾什利应得的 好在杰克也并不是一无所有 一家人的生活虽然并不宽裕 但只要遇见表妹凯西 她依旧会绽放出笑容 生活或许不容易 但杰克相信 自己不会一直糟糕下去 至少艾什利的生活 一直都很顺利 化妆舞会难不倒塌 帅气的邻居会送来换起的衣服 不过追求艾什利的男人 已经排成长队 眼前的男人 还是介绍给上司吧 正好能为舞会助力 衣服送错了也无伤大雅 舞会用完再还回去 反正绝不会弄脏 有新衣服穿当然很开心 时常遭遇轰炸的杰克 没有这份胆气 只要能保住小命 他就还有拼搏的动力 酒吧里的乐队 是他这位杂役亲手发掘的 杰克答应过伙伴们 一定会将大家的创作推荐出去 可今早判谈孟总的计划 再度落空了 成员们的愤改在所难免 创造不出人气 老板也不会给杰克好脸色感 但不论如何 杰克始终相信自己 他们的乐队 一定是全纽约最棒的乐队 前来踩点的星探 对眼前的小伙子们相当满意 如果不是杰克太过倒霉 这本该是一场扭转乐队命运的演出 电流声将观众们一哄而散 连一路走来的伙伴们 也不禁怀疑起了才华与失误兼备的领队 要挽留军心涣散的乐队 杰克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扭转乾坤的关键 就只能是爱实力筹备已久的唱片界舞会 他新结交的帅哥是知名财团的继承人 他的助阵定会给明晚的舞会增框天才 可即便如此 被姐妹们献艳的爱实力 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过人的运气 毕竟总是呼风唤雨 风光无限的人 哪里会留意那些散布在生活中的细节呢 闺蜜们知道爱实力无法与常人同频 便干脆带她做起了实验 中彩票的几率是很低的 不论奖金如何都是幸运的象征 果不其然 爱实力就是随手挂一张彩票 都能有所斩获 这一下可容不得她来抵赖了 化妆舞会即将举行 就带着这份好运 开启今晚的重头戏吧 上次对爱实力选中的舞会场地赞叹不已 今晚到场的都是各界名流 和包括孟总在内的业界大咖们 嘉年华的氛围和梦幻的灯光都比不可少 为了增添神秘氛围 爱实力特意提到 所有与会者都要戴上面纱 不仅如此还要请上一位占卜师 让古典与荒诞的色彩 充斥这座华丽的殿堂 在这个地方一切皆有可能 爱实力对舞会的实际效果相当满意 英俊的邻居没有识约 上次一定会喜欢这个惊喜 目前为止 唯一的插持是一位擅闯会场的男子 不用想也能知道 倒霉的杰克又被秘书填错了名字 好在名单里虽然没有他 工作人员却记得这位敬业的舞者 力求向孟总推荐乐队的杰克 还是如愿进入了会场 此刻的会场十分热闹 上次和清欢一见如故 正如负责占卜的Z女士所说 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不过爱实力向来不信这些故弄玄虚的东西 自己或许是一个幸运而没错 但要说命运之轮即将颠倒 他是如何也不会信的 孟总对这场晚会十分满意 这正是他推荐新乐队的好机会 正是因为大咖们绝佳的包装资源 杰克才加入了舞蹈演员的行列 可按照晚会章程 杰克是不能离开舞池的 无法追上孟总的他 只撞见了一位恶挪多姿的美人 如果是来邀请对方跳一支舞 那走到舞池边缘也是非常合理的 过去是杰克名利的眼神打动了爱实力 一向结交名流富少的公主 竟然答应了眼前的舞蹈演员 二人的组合也确实能产生一些微妙的化学反应 他们似乎都在彼此的身上 感知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宿命感 宿命平生的二人 在梦幻的灯光下心情拥吻 正如Z女士手中紧握的塔罗牌一样 这便是命运 可命运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 爱情之外还有人生的其他部分 孟总很少露面 杰克必须抓住机会 他叮嘱爱人在原地等候 自己去去丢来 依依不舍的二人 尚未意识到 他们的余生已被方才的命运之吻 彻底改写 最先察觉到异常的 是久久不能自拔的爱实力 连买衣服都会恰封打折的他 竟然选到了一双质量不佳的高跟鞋 相比之下 杰克转运的征兆则显得更为隐晦 纽约的计程车总是来去匆匆 如果不是杰克舍己救人 孟总必定无法享受舞会的下半程 好在命运之轮已经逆转 鬼门关里走一遭的杰克 其身后安然无恙 连从业多年的司机都忍不住感叹 您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 一向默默无闻的杰克 就这样出现在了闪光灯下 心有余悸的孟总 更是将眼前这位政治的年轻人 奉为做上宾 我知道这样的恩情 无法用利益来衡量 你会这样做 也并非贪图回报 但在唱片界 吃炸风云的我 总能为你做些什么 勇往直前的杰克 终于为自己争得了实现梦想的机会 他向孟总保证 自己率领的乐队 正是对方苦寻多年的跨时代偶像 可还没等杰克将酝酿已久的措辞讲完 孟总便决定约见这帮年轻人 一切都来得太过顺利 杰克不禁怀疑 难道自己真的转运了吗 答案是肯定的 并且有人变得幸运 就会有人变得倒霉 还没等艾什利修好高跟鞋 一颗顽固的橄榄 便将她噎了半天 就算闺蜜的海姆利克吉纠法十分奏效 艾什利也难逃今后的梅月 一头雾水的她 被突如其来的警方就地拘捕 等杰克返回大厅时 令她魂牵梦扰的爱人 已经与她完美做过 其实要说起艾什利被捕的理由 倒也不算冤枉 她介绍给上次的邻居 其实是一名信用不良的失足难过关 涉嫌不法经营 和偷盗衣物的艾什利 有口难言 只能和身旁的苦命鸳鸯一起 赞助拘留所 可即便是这样的危急关头 艾什利也不会反思 一切纷争的源头 一直顺风顺水的她 还以为他们只是在参加一场真人秀 但警察的贺制声 立马打碎了她的美梦 好在上次与邻居之间 并没有什么经济来往 衣服终究也只是一场误会 艾什利不会涉及什么实质性犯罪 可从未经历挫折的她 无法理解上次的开除决定 拘留所的大姐大也没有让她退缩 没能意识到运运之轮 已经发生逆转的艾什利 不轻品尝到了生活的重拳 而就在此刻 时来运转的杰克 已经和小伙伴们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 她对自己的运势还不太习惯 望着转身离去的孟总 杰克甚至以为自己再度遭遇了失败 但只有熟悉这位大看的人才明白 孟总的雷厉风行 正是着手推荐艺人的反应 她不但为乐队提供了数个演出平台 还期望杰克一行人拿出更多的作品 古今该来的杰克不敢相信 短短八分钟的时间 孟总便决定签约自己的乐队 不仅如此 公司还会为他们提供全套的贵宾服务 豪宅豪车都不再是车网 事情逐渐变得戏剧行了起来 本该回到豪华公寓里庆功的爱实力 竟然也变成了出门就临水 仰头变下雨的幸运儿 维持体面的仪表已经不太可能 好在她还可以回家沐浴一番 但爱实力的梅运 到这一步还远未结束 豪华公寓已经遭遇了突发内涝 甚至还出现了霉菌感染 除了那些需要被无害化处理的物件之外 爱实力的全部家当 全在眼前的纸盒里了 要能保住一个纸盒 倒也不算绝望 但桀骜不驯的电梯和脆弱的纸盒 还是夺走了爱实力 最后的一点好心情 一切都像是做梦一样 对爱实力是 对杰克更是 豪华到能打羽毛球的公寓 不可想象 安颂秋波的女秘书更是前所未见 可对眼下的爱实力而言 别说是豪宅了 就是一个安静的小屋 也是求之不得的 在上次的盛怒之下 她已经被全纽约的大公司封杀 一向花钱如流水的她 也没有丝毫出去 除了投靠闺蜜 她已是走投无路 睡惯了大床的她 根本无法相信 每天着急蓬勃的姐妹们 竟然睡在折叠床和小沙发上 一向以自我为中心的她 甚至没有注意到 自己最要好的姐妹们 还养了一只黑猫 可能这便是世界的增词吧 一向无忧无虑的爱实力 哪怕脸上出了一颗疹子 都会大惊小怪 要让她适应这种霉韵 缠身的日子 着实有些残忍 被电吹风吸住头发 确实有些危险 不小心打破的镜子 和无意中引发的短路 都让爱实力的到来 容罩了一层灰色幽默 对狼狈的爱实力而言 此刻最宝贵的财富 便是融入愚公的姐妹们了 自从那场化妆舞会以后 她的世界简直地幅天翻 难道真如Z女士望言的那般 命运之轮已经逆转了吗 带着满腔的怒火 爱实力扣响了Z女士的大门 你毁了我的生活 把我的运气还回来 可在对方看来 爱实力的发言简直莫名其妙 命运之轮的运转 自有其规律 他们都不过是见证着 与其宣泄情绪 还不如好好回想一下 究竟是什么事件 促成了命运之轮的逆转 你的好运又转移给了谁呢 经过点波带爱实力痛定自透 总算想起了那晚 与陌生人的深情疑问 事不宜迟 姐妹三人组立马行动了起来 可那晚担任舞蹈演员的男逼 足足有20名 既然爱实力回忆不起更多细节 就只能一个一个闻过去 为了让自己的人生重回正轨 牺牲也是难以避免的事情 可光天化日之下的纽约 毕竟不是化妆误会 爱实力的霸道总裁行为 难免引发误会 从正值新婚的新郎 到风餐露宿的街头艺人 从英俊潇洒的健身教练 到不明所以的助教 三人的强大社交能力 让纽约市民目瞪口呆 哪怕是冒着感染疾病的危险 也必须要精准排除 男士澡堂也并非是什么禁地 如果不是被晨宝的小哥咬到舌头 爱实力甚至有点习惯 这样颠沛流离的生活 可随着目标一个接一个的排除 爱实力的运气依旧没有回归 名单里的舞蹈演员 转眼间便只剩最后一位 天色不早 还是先修整一下 养精蓄锐 好在爱实力先前结交的 富少大卫再度发来了约会邀请 去艺术馆欣赏大型先锋艺术展 是理想的休闲计划 正如闺蜜们所说的那样 爱实力的运气还没有跌落到谷底 可直到她吻上那个对的人之前 一切都不会有丝毫改变 穷困潦倒的爱实力 哪怕是吊在猫砂上的隐形眼镜 都无法舍弃 果不其然 参加艺术展的爱实力 还是发生了眼部感染 不仅如此 她也和当初的杰克那样 成为了名单里的例外 幸好大卫及时就嫁 还解救了这位海盗船长 但就算能够进入展厅 凭爱实力的审美导向 也无法欣赏大卫母亲的迷途主义作品 如果不是男伴及时提醒 评头论足的她 一定会闯下大祸 不过大卫的母亲 的确不喜欢这位心直口快的姑娘 除了坚持服务生的舞蹈演员之外 爱实力的心底已经容不下任何人 借着去找洗手间的理由 爱实力逮住了服务生 你让我找得好苦啊 别多想 我只是例行公事 可迫不及待的爱实力显然还是忘了 自己是一个霉运附身的人 她暗岛的服务生 正是行为艺术者的一员 倪人的群体展示已经开始 随着演员们的引导 大家顺着聚光灯的方向 发现了暗岛服务生的爱实力 经过之前的19次演练 爱实力已经不会进场 她当集装作心脏复苏的样子 强吻了不知所措的服务生 虽然场面略显浮夸 但放在先锋艺术展的现场 倒是显得别有运意 尴尬的大卫只好在掌声中接回了女伴 可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 大厅中央的泥土艺术品 才是爱实力最后的归宿 涉嫌损坏私人财产的爱实力 再次遇见了她的老朋友 这一拳是躲不过的 就像生活总会出现种种无奈 可不论境遇多么糟糕 人还是得填饱自己的肚子 狼狈不堪的爱实力 一分钱也逃不出来 她与店员的争执 成功吸引了杰克的注意 命运之轮的两端 终于再次相遇 对曾经同样倒霉的杰克而言 爱实力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并不令人意外 祈求食物 补充盐分 都让她倍感亲切 可对于美运缠身的人来说 任何过激的行为 都会带来奇妙的连锁反应 为了不让爱实力 重蹈自己的负责 杰克联盟将这位同胞带了出去 不论境遇如何 杰克都是那个善良而又执着的人 她不仅为姑娘带来了食物 还在思索再三之后 关心起了对方的生活 处于失业状态的人最需要什么 她再清楚不过了 正如她告诉爱实力的那样 如果世界上真有一群倒霉鬼 那她一定是大家拥戴的王 可杰克的幸运也并不是总能显灵 老板并不觉得 一位看似柔弱的女士 能胜任酒吧杂役的工作 可对于眼神坚毅的爱实力而言 只要能赎回自己的尊严 就没有什么她胜任不了的工作 不过杂役的差事 并非穿着高跟鞋的女士所能习惯 第一天的工作并不顺利 桌底的口香糖 难闻的皮鞋 都需要她来打理 而其中最大的考验 莫过于每天人流量巨大的洗手间 但与失去尊严相比 这些都没什么好怕的 虽然还是会出差错 虽然还是会造成意外 虽然厕所依旧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但将高跟鞋换成球鞋的爱实力 已经能够胜任这些艰巨的任务 不过生活里总是会有一些新的挑战 杰克的乐队今晚要进行预演 必须换下损坏的灯管 可自小衣食无忧的爱实力 从未亲手换过灯具 呼出老员工杰克所料 爱实力不仅砸坏了旧灯管 还不小心垫倒了自己 好在杰克并不是一个袖手旷观的人 呼出爱实力的她 不仅对处理烧伤了如指掌 还有一个装着急救箱 和唤醒衣物的应急包 在杰克看来 作息万全的准备 绝不是出于悲观 而是脚踏实地的体现 眼下的爱实力 正需要这个背包 爱实力对眼前 无微不至的男人颇有好感 但从电话里听到的凯西来看 杰克已经名草有主 她也不宜再做纠缠 还是尽早返回工作岗位吧 既然是优秀的男人 访客当然是络绎不绝 对旗下一人十分满意的孟总 为排练的杰克疫情 带来了更大的好消息 他们不用再保龄球馆预演了 时代广场的头牌三厅 才是这支跨时代乐队该去的地方 他们必须拿出新曲目 应对这一动达的时刻 或许是为了报答杰克的知遇之恩 爱实力为大家带来了午餐 上帝的恶作剧 在带来麻烦的同时 也在为二人创造亲密的时刻 杰克也逐渐看清了自己的心意 他鼓起勇气 希望爱实力散场后 能一起喝杯咖啡 可对于分不清何人 才是凯西的爱实力而言 杰克的这番邀请多少有些渣男 他可不想做第三者 还是趁早离开尾庙 望着眼前的一出出闹剧 杰克似乎想到了些什么 如果一个绝对幸运的人 遇见一个绝对倒霉的人 略显偏执的上帝 又会做出怎样的安排呢 无论如何 他们一定是对有缘人 杰克知道风吹雨打是什么滋味 更不会让喜欢的姑娘白白受罪 公司分配的公寓很大 完全可以成为爱实力的避风港 洗衣机 空干机 都是他此刻急需的东西 可光顾着自己青睐的事物 总是会让人不此失彼 不小心倒空洗衣粉的爱实力 将洗衣房变成了泡沫的世界 任何补救措施 都只会让场面变得更加离奇 不过对于神经百战的杰克而言 这也不过是一个小场面 他十分认同爱实力的看法 人在倒霉时也得学会接受和进取 苦中作乐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本领 欢乐的时光自然少不了凯西的身影 误会中人解除了 爱实力十分喜欢这个善解人意的小姑娘 凯西说的没错 没有谁是真正的倒霉鬼 失败者 他们只是暂时没有运气 仅此而已 或许凯西说的没错 幸运与倒霉本就是相互依存的东西 杰克非常高兴自己的乐队能去滚石餐厅 可面对迫在眉睫的演出 他们实在拿不出新作品 或许这便是爱与善良的回报吧 虽然乐队只有新唱词 没有新曲调 但爱实力的闺蜜麦琪 完全可以成为乐队的新鲜血液 孟总对乐队的新曲风十分满意 他不敢相信 自己不但在上一次晚会中 寻获了自己的救命恩人和得力干将 还在这一次的预演活动中 获得了空前的热度 杰克也认为 那次晚会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听到这里的爱实力总算是大梦出情 他终于找到了接受自己好运的人 不仅如此 只要他们能够在一起 倒霉的气息应该就会被降到最低 在闺蜜祝福的目光里 爱实力与杰克像内婉一样 深情相吻了起来 可上帝似乎是要为二人将下最后的考验 这一次的身份转变依旧很剧烈 爱实力不仅寻回了好运 还促成了一堆倦礼 并寻回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爱实力身边的一切似乎都美好如初 为什么要说似乎呢 因为过去发生的事情无法改变 爱实力终究还是结识了杰克一行人 一旦命运之轮再度回撑 另一方的运势就将急转直下 孟总再次变成了一名固执的人 麦奇失去了加入乐队的资格 尽管闺蜜们还是为自己感到高兴 但好运缠身的爱实力 还是在自己的心中品尝到了许多苦涩 破碎的镜子依旧在眼前 难道转运了自己 不能让破镜重圆吗 繁华的时代广场 已经被捷克一行的片孔霸占 整个纽约都在为新的传奇欢呼 只有紧张的成员们明白 没有麦奇的加盟 他们无法拿出亮眼的作品 如果仅仅是心虚也就罢了 重新得到胜券的杰克 甚至没能留意到舞台下的鼓手哈利 他这随手一关给乐队带来了大麻烦 演出开场仅剩两分钟了 吉他断弦 成员缺席 纵使杰克才花横溢 也回天乏术 紧张的成员们找遍全场 也不见哈利的踪影 只等乐队开场的孟总 还以为大家是在公司 别出心裁的出场仪式 好在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的 因为大家的救星 已经坐上了前往滚石餐厅的计程车 他们来的还不算太晚 还没等大家明白现场的情况 大意凛然的爱实力 便将好运赠与了杰克 幸运之神的法力强大无比 仅仅十秒钟的时间 呼出器官的哈利 便在烟雾的簇拥下闪亮灯茶 胡等许久的观众们 总算见到了自己的偶像 劲爆的古典响起 麦奇的歌也如愿登上了舞台 挑剔的纽约市民们 总算如愿以偿 预演的灯光 和化妆舞会一样浪漫 可再度梅韵禅师的爱实力 已经不想再纠结什么幸运与不幸 以前的爱实力 大都只是成就自己 而现在的她 更愿意为自己所爱的人 做出一个影响深远的牺牲 在自己习惯倒霉之前 还是先回老家一趟吧 可神明的旨意才不会像 过家家那样简单 方才还准点显示的列车 用延误状态迎接了爱实力的到来 这当然也在杰克的预料之内 他并不是第一个选择独自成熟的人 但杰克想说的 并不仅仅只是一个预言那样简单 拥有幸运之神的眷顾 当然令人羡慕 总是美运缠身 或许也少不了磕磕绊绊 但与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比起来 一点点倒霉 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代价 爱实力接受我的吻吧 不论爱实力体会过多少幸福的时刻 也不论他品尝过多少酸楚的滋味 杰克这一番发自肺腑的声音 已经胜过世间所有的光怪陆离 就让世界的正反两面交织在一起吧 不论发生什么都不会将我们分开 不过比起大起大落的颠簸 神明其实还有更好的选择 杰克与爱实力深爱的人 其实还不止一个 既然如此 还是让你接受好运吧 只要世间的美好依旧存在 一点磕磕绊绊 确实算不了什么 是运气还是因果 其实都无所谓 重要的是 由我们一起面对 全片完 倒霉爱神是一部2006年 上映于美国的爱情喜剧电影 令人倍感温暖的情节里 其实蕴含着许多令我们深思的道理 人生的顺境和逆境 是人们自古以来便在谈论的话题 我们都喜欢说万事圣意 可一味追求最短路线 常常会让我们错失生命中的许多风景 因为人生其实没有标准答案 也没有预设的最优解 走得太匆忙 其实也是一种逃避 幸运的爱实力 虽然艳遇无数 试验有成 但终究没能遇见真诚接纳自己的人 也在自己和朋友之间 制造了一堵无形的墙壁 将舞蹈演员一一吻过 只是一种粗暴的求解方式 有时我们也需要像杰克那样 懂得蛇服 看准机会 并使之不渝的前进 命运的转机 总会出现在奋勇前进的轨迹里 毕竟归根到底 我们才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在人生的风风雨雨中 做出选择的 从来都是我们自己 对运气的依赖 不过是一种偏执 相守在我们身边的人 才是神明赠予我们最好的礼物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看到这里的大家 也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 如果你也有过一段 时来运转的经历 也体会过一段 蛇服的时光 或者还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大家把这里当作 你的树洞 和我讲讲你的故事 和我讲讲你的心路力证 晚安 我们下个故事再见了